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全视角,我是诚字 8月6号,台媒也是拍到罗志祥与友人们现身某餐厅聚餐 那这些友人有男有女,那其中一位是穿着小背心的同行女伴 面容娇好,身材出众,在男人堆里面很是抢劲 那罗志祥也是似乎不想有人认得那曝光的镜照中 他是打扮得很低调,戴着黑帽子,黑口罩 但是一头金发也是过肩长发是依旧抢劲 再加上一身的黑色打扮也是肠位十足 仔细一看呢,他似乎是瘦了非常多 之后记者也是上前表明来意 并且呢,是向罗志祥询问了近况 那他虽然说有一些惊讶,但是还是贴心的提醒记者 口罩要戴得太高了 那紧接着,记者也是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就问他说是不是瘦了,那他也是大方的承认说 是的,包瘦了20斤 那此前,关于罗志祥复出的传闻也是一直不绝于耳 于是呢,记者也是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复出 那他也是首度的回应道,想要陪陪家人 那也是看来短时间内还是没有复出的打算 说完这句话,他也是跟友人们上车离去了 那也是据悉,自从是4月份被前女友周扬青是揭发了 自生活混乱之后,那罗志祥也是变得很低调 连月以来虽然说也是有偶尔的晒照 但是呢,都是很少的露出正脸的 不是拍脚就是拍背面,那就连是上个月底 他的41岁生日也只是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 感谢网友们的祝福 那几天之前,好友也是大根接受采访时 就透露说,罗志祥生日那一天,那他也是自己一个人 参加完了另外一位知名主持人的 生日宴会,顺便就过去看了一下罗志祥 那既没有蛋糕,也没有许愿 而极限男人帮的张艺兴,黄博等一众好兄弟呢 也是几乎没有表示 那他们呢,似乎也是想要撇清关系 娱乐群里面呢,敢给罗志祥公开送祝福的 那真的是寥寥无几 数来数去,只有那几位他以前做节目导师时的选手 以及是极限挑战的原导演严命 那这个冷清的场面 也是跟去年罗志祥的40岁生日会 真的是差距深远 当时的周扬星呢,也是和一众好友 为他举办了非常惊喜的生日派对 然而在社交网站上 也是有着林志颖、贾乃亮等人 为他指点的送上祝福 那如此大的落差 想必罗志祥心里面一定是不好受吧 不过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也是怨不了别人 毕竟是他有错在先 讲真的 作为一个艺人 罗志祥的唱功不俗 跳舞的实力也很强劲 那主持功力呢,也是深厚的 即便是演戏 演技也不算太差 那也是可以算得上是一名全能艺人了 那这么有实力 按道理说应该是可以再红很多年的 但是现在呢 却因为私生活的变成这样 也是不得不让人感叹 作为公众人物 真的是要谨言顺行啊 相信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 2020年是一个动荡的 甚至带着死亡 压抑气息的一年 但是呢 即便是在这样的 全人类都面临着病毒侵害的紧张气氛之下 那还是有人按捺不住寂寞出来搞事情 那这个人呢 就毋庸置疑 就是罗志祥 罗志祥出道之路 也是从台湾那边开始的 那也是因此 很多人虽然说是看过他演的电视剧 但是呢 他在内地这边的名气 却是没有那么好 也是直到他交了一个 内地的女朋友周扬青 才开始在综艺节目极限挑战里面 被很多的内地观众们认可和喜欢 那也是成功地打落到了内地市场 按照这样的趋势 罗志祥应该还可以在娱乐圈 这个大舞台里面 再蹦跌好几年呢 然而呢 前女友周扬青发的一条微博 却是改变了 大众对于罗志祥的看法 也是改变了 罗志祥的事业走势 那周扬青是罗志祥这么多年来 首次公开承认的女友 而且呢 两个人已经是交往了长达九年之久 那自从是公开了情侣时分之后 罗志祥就设立了深情的宠女友的人设 那两个人也是多次的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撒狗粮 也是引起了很多的单身狗的一片哀嚎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设 为卢志祥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好男人的印象 那很多网友们也是因为此事对他是路人专份 然而呢 这一切的背后都只是一场算计和阴谋 就在疫情刚刚开始好转的时候 那周扬青的一条微博 也是瞬间的把涉意朦胧的人们给炸醒了 从周扬青发的微博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劲爆消息 第一就是罗志祥有着两台手机 第二罗志祥是常年撩妹约炮 第三罗志祥是参与多人运动 第四罗志祥与旗下的艺人以及经纪人士关系不清不楚 最重要的是罗志祥最后的承认并且道歉 那这一起事件也是彻底的让普通民众 对于罗志祥改观了 那各大品牌商都是收回了 对于罗志祥的代言 那也是正在录制的综艺节目 也是随后就发出了声明 已经是与罗志祥解约了 那没有多久就有媒体报道 罗志祥是前往机场逃回了弯弯 那其实呢 罗志祥也会爆出这样的新闻 也不算是意外之外 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 他以往的混乱情势就知道了 虽然说周扬青是罗志祥首次公开的承认的女友 但是弯弯的媒体都知道的 在周扬青之前 罗志祥交往过的女友那可是不少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清纯玉女徐怀玉 当年罗志祥也是拜师学艺的时候 就是和出师同门的徐怀玉是看对了眼 两个人也是借着拜师的机会来眉来眼去多时 然而呢 徐怀玉是没有等到恋情公开 那这段感情也是结束了 真的是应了周总的那句歌词 爱情就像龙卷风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那当时的罗志祥还没有活起来 而他的兄弟欧帝已经是某一个节目的常驻主持人 那后来欧帝呢 也是要去当兵 于是呢 就把自己当时正在交往的女朋友 是托付给了罗志祥 也是希望说这位好兄弟 能够在他不在的时候 多照顾一下他的女友 弯弯的很多媒体都是曾经报道过 罗志祥是谁红跟谁玩的特质 那当时的Magical作为是大小S的姐妹桃 也是经常的上小S的主持节目 那曝光度呢 是非常高的 于是呢 也是借着这一次帮兄弟照顾女友的机会 那罗志祥也是成功的把欧帝的女朋友 变成了自己的女友 那欧帝当时也是回来之后就傻眼了 兄弟没了 女友也没了 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也是借着女友的人脉 罗志祥是很快的 就在大小S主持的另外一个节目里面 当上了主持人 那知名度也是水涨船高 等到时机差不多时 罗志祥又和Magical的感情也是宣告结束 那罗志祥呢 也是转身的就寻找了另外一个 可以在事业上助她一臂之力的人选 那那个人呢 就是Selina 作为是红透了半边天的少女组合Selina 当时在事业上是如日中天 凡是关于她的话题呢 都是可以被媒体们争相的报道 那罗志祥也是再一次的 利用女友的高人气赚了一波热度 几乎是天天的被狗仔偷拍 不知道的可能还以为说这两个人不是在恋爱 而是在给狗仔创造着抱住饭碗的机会 可惜的是Selina也是同样的等不到乘凉的机会 那也是赚够了热度之后 罗志祥也是以妈妈不同意两个人交往为由 也是结束了这段恋情 那恋爱通稿是满天飞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看到罗志祥那么听妈妈的话呢 那也是可能是尝够了清纯玉女的味道 罗志祥也是开始要尝一尝别人的女友 和Selina分手之后 罗志祥也是被媒体拍到 与桃哲的女友Lise是乘坐着的同一辆车 而且举止亲密 根本就不像普通朋友 那男人是什么都可以忍 唯独是忍不了绿帽子 那桃哲和Lise的感情自然也就散了 说来也奇怪 罗志祥的前女友们都是过得不怎么样 那徐怀玉分手之后 也是逐渐的被人们淡忘 而Selina呢 也是不再像从前的一样盛名 就好像她们的好运气 都被罗志祥给带走了一样 也是蛮惨的 所以说交男朋友要小心了 罗志祥自从出道以来呢 是除了上述说的 吉人女友之外 那绯闻也是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别的艺人是靠着才华出道 那罗志祥呢 则是靠着桃色新闻 杀出了一条慷慨大道 不过呢 也是有一段时间 罗志祥确实是安分了不少 那也是据传是因为他找人算了命 那算命先生呢 就说道 只要他能借色 不一定是能够活过刘德华 然而呢 瑟资头上一把刀 常年是沉迷于 生死的人 哪里能够受得了 清汤寡欲的生活 也是没有多久 罗志祥就被媒体拍到 是与小佐藤在车里面举止亲密 甚至呢 后来还有一位女网友爆出了 罗志祥裸聊的视频以及照片 也不知道是有多饥渴 才会这样的饥不择食 就连女网友都不放过 这件事情之后呢 罗志祥也是在 弯弯那一边的名声 早就已经是臭名远扬 还有媒体给他冠上了 惊蛇郎君的美名 除此之外呢 弯弯的狗仔还透露说 罗志祥和郭仔姐之间 是不可告人的关系 并且女方口腔是有着菜花病 就是被罗志祥给传染的 为了